今天就是一些所謂的題目練習 跟這個一樣啦 跟這個一樣的東西 現在變成是要鐵藥史鍍孽 鐵藥史鍍孽 鐵藥史放哪一集 孽放哪一集 OK 鐵藥史鍍孽 我現在叫哪些叫女生啊 我現在叫女生嗎 女生 二 二號 鐵藥史鍍孽 鐵藥史鍍孽放哪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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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藥史鍍孽放 正極請說 鐵藥史鍍孽 鐵藥史鍍孽放在不極 鐵藥史鍍孽放在正極 然後電鍍藥還有什麼離子 這跟剛才都問的都一樣嘛 這跟剛才問的是一樣的 來帥哥美女 帥哥 帥哥我 五 二 要含有鎌 鍍孽就要有鎌離子 OK 不錯 這是課本的習題 課本習題都是很簡單的問題 OK 所以我們說過 鎌鍍孽要放在正 背鍍要放在負 要含有鎌鍍的金屬離子 所以我要鍍孽就要有鎌 所以就這樣子 鐵藥史放在負 鍍放在正 要有鎌 就這樣 好 簡單 好 請問你鐵湯石鍍銅 鐵湯石鍍銅 哪個係數是對的 鐵湯石鍍銅 哪個係數是對的 包含我們前面交過那個 其他注意事項 誰除袖 用誰去油污 什麼之類的 先用誰沖 再用誰沖 在這邊都考了 OK A 來小女生 來小女生 4 4號 4號 你說什麼 你選A 請說 你答案選A 我們說 電鍍的時候 你鍍物放在正 背鍍物放在負 所以 鐵湯石鍍銅 所以 鐵湯石要放在負 銅要放在正 所以 C是錯的 我們說 用砂紙除鏽 用氫氧化 那去油污 所以 B是錯的 我們告訴你說 先用蒸餾水 再用餅銅 所以 豬是錯的 所以 我們答案呢 說要電鍍 叫做直流電源 然後 鉛電池 直流電源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電鍍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A 簡單小問題 OK 下一個 第十八題 問你 鐵片鍍銅 誰是錯的 鐵片鍍銅 誰是錯的 一樣 就跟前面 剛才背的背完就好 我們要找一位帥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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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帥哥男嗎 帥哥男叫做 二七 二七 誰錯 B是錯的 你錯 你答案選B是錯的 好 好 再說一次 李鍍放在正 背鍍放在負 鐵片鍍銅 鐵片放在負 銅片放在正 所以 欸不對 可以A對 不選 然後選錯 A對不選 然後呢 鍍銅呢 是要有銅離子 然後呢 正極是用銅片 然後要有銅離子 然後整個過程中 銅離子的濃度不變 因為一邊 掉銅離子 一邊銅離子 變成銅 所以呢不變 所以C對 所以不選 然後鍍碼的話 部級用銅片 就要電鍊嘛 就是金鍊銅 金鍊銅 把那個銅變金純 我想過 那跟電鍍的意思 基本上類似 所以呢 珠也對 不選 所以呢 要鍍銅 就要有銅離子 要鍍銅 就要有銅離子 所以我們可以用硫酸銅 可是不可以用硫酸銅 硫酸銅 硫酸銅會長出心離子 就不是我要的事情 所以 B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B 就是我們幾個簡單的練習 還是那句話 把我提示你要背的那個四個東西 誰正誰負 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深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變小 and其他注意事項 記好就可以了